方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一 我们在 我们在那个永恶四大的时候 有个学生他住在新殿 有个地方叫银河洞 我们去过 我们去过那边爬山 在那个地方特别 那个地方有个社区叫银河洞 就是那个银河社区 他们在 他们那个地方有一条 有一条溪 那条溪叫妹子聊溪 你知道为什么叫妹子聊溪吗 台语叫回来聊 跟她形状像一只那个袜子 臭袜子的形状 回来 在那个地方呢很特别 他有一个 你知道是女动兵吗 他在那个仙姬眼有一只脚印 在那个地方有另外一只 他要爬进去 爬到他那个山上 会看到一个李东兵庙 这个李东兵庙的旁边呢 就是一个从很高的地方悬下 很漂亮很美的一座 那个瀑布 那个很壮观 瀑布很旁边就是那个庙 然后在那个庙里面 会看到他的脚印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在歌里面会写到 我们会有一首歌 这首歌叫奶奶最近对吧 我们一起来做银河猛 歌里面会写到这个瀑布 有没有知道那个瀑布的台语要怎么说 会说的跟他的奖品 瀑布 有没有别的 提示一下 上面要醒 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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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那个荒言 为什么在西里没有听到鸟叫声 翠鸟 鱼狗 蛤 鱼狗 翠鸟 它有一种 它有一种青蛙在那边 蛤 对 真的是啾啾啾啾 我去的时候也吓一跳 为什么你们这个鸟是在溪里面 可是 那个朋友说那个溪里面没有鸟 那个溪里面的是一种树丸 它叫那个施文豪赤丸 它的声音就是 啾啾啾 你是不是可是有人档对啦 对 对对 연息 来来来 谁谁档对 嗨 掌声鼓励 我这朋友很可爱 我这朋友 他是一个 对我来讲是阿姨 他这个从年轻的时候 就嫁到台北市 虽然宅不到几公里的地方 就是城乡的差点 那个地方就是向下 完全就是城下的生活 用溪里面的水 去洗衣服这样子 以前的状态是这样 然后所有的那个栽种的东西 都是依着那个稀盘 竹笋还有那个茶叶 就是依着稀盘那种 那所以说 他那个年轻的时候就嫁到台北市 后来他妈妈过世 过世的时候他就回去 回去他的故乡 他就去看 那个人事全非 那个人事已非 就是人去楼空 妈妈已经不在了 然后好像很多 战乱开始出现 然后就有很多破坏 甚至那一个地方 那被止疗稀是他的母亲之河 就是他们那地方很重要的一条河 虽然是对我们来讲 可能就是没有盖水垢 盖的水垢这样子 但是他是稀建的 就是不太 平常水没有那么大的一条稀 可是政府就跟财团就想要把它盖起来 要让那一条路变成大马路 然后可以把那一条 把那条皱皱的袜子打通这样子 然后一直碰到山上的那个 那个餐厅可以去吃饭 类似像这样子 他就去阻止他 因为他家就在这条溪旁边 还有这个产权 然后他去阻止他们这个开发案 所以就其实 就是原来住在那边的都是他的老同学 他们都很讨厌他 都觉得说为什么他们要阻止 为什么他要阻止这个开发案 不让这个地方能够发展起来这样子 那他就是不让他们通过 不让他去盖这个 从他家门口盖那条马路 那但是于是 他就引进了很多朋友去看这个地方 他带很多朋友去看 有什么保在这里 那后来这里的人 他们慢慢的知道说 这个地方的这个环境 的这个资源很丰富 那他们也开始去想一件事 就是说 到底马路开到我们家门口 是开个那么大的马路到我们家门口 是不是很好吃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思考这样的事情 这一首歌就是关于我们上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来最近的话 我们来听听看 谢谢 谢谢 谢谢